今天晚上最终宝洁 2024年新春刚刚开始 我们就看到整个世界非常的不平静 我们现在看到了鸿海 鸿海现在兵凶战危 我们看到胡赛主持居然要去抢夺商船 而美国马上做反应 反应看到他使用了地狱火飞弹 将三五艘的战舰里面集成了三艘 更可怕的才是俄乌 俄乌经过了两年的一个战争 不但没有停歇 现在越来越严重 我们看到现在在整个新春的期间 双方都用重武器来攻击对方 而我们看到了整个基辅 三分之二的面积都陷入湖海里面 而现在更可怕的是我们周围的日本 日本才刚刚经历了一个7.6级的地震 造成了整个人民心中极大的恐惧 没有想到现在看到的画面更是惊恐 竟然一个客机现在传闻说 降落在雨田机场的时候居然大爆炸 不过现在非常外星 再也可以看出来日本人的这个能力 上面的乘客已经全部都已经离开 全部都已经离开 这个平安离开了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 今年2024年刚好是全世界的选举年 而2024年一开始 全世界真的又要经历一个不平静的一年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的大方 首一的财经专家黄收宋 你好 大家好 这个画面也太惊悚了吧 而且外星的是 上面的乘客 全部都逃出来了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今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 这个日本的雨田机场 有一艘这个日本航空的这个飞机的 这个A350要降落的时候 现在知道的是说 它在降落的时候 跟海上保安厅的这个飞机 在跑道上面相撞 怎么可能 对 那相撞的时候 在跑道相撞 对 那相撞的时候 过程里面它就出现了大火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下的时候出现火花 火花之后 你看一下火花 可能在这个时候撞到 然后就一路的滑行 滑行的时候 你在跑道上撞到 对 那一路滑行 你看冒了这么大的烟 那你知道因为飞机上面有非常多的燃料 当然非常惊恐 第一个时间滑行结束之后 日本的消防队马上就出动去 扑灭火 扑灭这个大火的这个状况 那比较万幸的是说 现在飞机可能还在烧 但是飞机上的成员呢 目前为止大部分应该是几乎 都已经逃出来了 所以上面有365名乘客 是的 全部安全逃生 对 有359名左右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人员 还有12名机组 应该是完全都顺利逃生 所以他实际上 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是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实在让人家觉得说 今年的日本似乎是 开春以来相当相当的不平静 而且更可怕的是 现在红海风云在一起 而且红海现在 已经战云密布了 对 2024年好像注定是个 不平静的一年 你看除了日本发生的事情 我们讲周边 周边包括说像 金正恩就开始说 我已经结束要跟这个南海的这个 我要展开跟南海的这个 敌对关系 所以他未来他已经放弃统一 所以要跟他敌对 另外一个南韩的最大党的这个 在野党的李在明 就是跟之前尹锡悦选举的那一位 他在这个巡视的时候 遭遇到人家刺他脖子 在想怎么这种事情都会发生 好那除了在亚洲 可怕了吧 对 除了在亚洲之后 我们看到在欧洲这边 或是在中东这边 中东这几天的时候 大家最注意的就是红海 红海的局势来说的话 包括说像这个胡塞组织 或是像伊朗 都已经进入了红海 那美军也跟这个胡塞组织在对轰 所以那事实上 现在整个叶门 或者说红海的局势 有一点点往上燃烧了这个状况 那你更不用讲 在乌克兰跟俄罗斯 我们已经说 从去年年底 现在到现在为止来说 双方又都用重武器 来互相轰击 所以看起来的话 乌克兰 红海 然后还有亚洲的局势 目前看起来都是处在一个 相当不平静的一个局面 而且是哦 就位长 你们像在我这个熟悉 国际经济 国际政治的 全部都已经 关注在红海上面了 对 没错 事实上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来说 那种所谓货运的 相关的这个报价 全部大涨 为什么全部大涨 你可以看到 从这个约莫在11月底 从11月23号 19号 然后一直到12月初的时候 其实当时呢 很多这个 很多船都会经过这个 这个所谓红海 因为要经过苏伊士运河 不论是说到欧洲 或是到亚洲 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就胡塞组织就说 我啊 因为我要这个 国际上面好像没有人 在声讨以色列 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 我要拦截以色列 相关的这个船只 所以你看事实上 从这个 这个11月20号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画面就是 他们开始 胡塞组织呢 开始去拦截以色列的船只 甚至他们还登上 这个所谓船只上面 然后挟持人 然后把这个船呢 挟持到这个 这个他们的港口去 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从11月底 就开始有这样的情形 这张照片是 那个直升机 是胡塞组织的 对 没错 胡塞组织居然 跑到一个叫 银河领袖号的 货船上 直接降落 直接夹持 对 那降落之后 你看登上这个 甲板之后 然后开始开枪 然后开始进入这个 进入这个所谓的 驾驶室 然后把所有人员 赶走之后 这个持枪是胡塞组织的 对 然后后来 然后就说 命令你不要到 你们的这个地方去 回到我们这个 叶门的港口 然后回到叶门港口 下来的时候呢 他还要求这些人 你就踩过以色列 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企 你看这就这样 最大事实上之前 就已经发生过这件事 那发生过这件事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那我们就不要走这个 走这个鸿海 不要走鸿海 就没想到 最近一段时间里面 来说马斯基 他说没办法 我们现在绕一大圈的时候 保险 费用来说增加太多 因为你如果从 好旺角绕的话 至少增加 二十几天的航程 他说没办法 我们客户现在要求 要快速 虽然就马斯基的这个航运 这艘 这个所谓航州号 还是走鸿海 对 他还是走鸿海 他从这个地方 进入这个叶门的河台港之后 就进入鸿海 进入鸿海之后 保险你知道 事实上在这个三十号的时候 他就说 我遭受到飞弹的攻击 他马上当时就说 飞弹有攻击我 他要求的 因为他赶快要求说 美军来支援我 当时美军在旁边有这个 葛瑞夫里号 还有拉蒙号两艘 两艘 两艘之后 然后没想到 他们就这个 因为这个飞弹打的时候 没有震重到 他的这个重要的部位 但是在旁边 出生一个大爆炸 然后紧接着 美国的两艘这个军舰 去拦截胡塞组织的这个飞弹 所以看到很多火花 其实是拦截飞弹的这个状况 然后他们就说 你不要再往前走好了 但是这个马斯基这台杭州话 他说不行 我一定要往前走 所以第一次被攻击的时候 他还是第二次再往前走 往前走的时候 保险知道 他这一次胡塞组织 没有跟他客气 又来了 他没有发射飞弹 他这次用什么方法 他就来了四艘船 四艘小船 小船之后 把他包围起来 把他包围起来就说 把他包围起来就说 我们要登陆你这个杭州号 就杭州号马上去call 赶快去call美军 美军这时候 航空母舰的艾森豪号 刚好就在这附近 那艾森豪号马上就派出什么 直升机出动 然后马上美军还有另外一艘船 就马上对他们开火 所以你现在看到 是他用这个所谓的直升 不是 这个直升机用地域火 刚刚是在船上 直接用炮 机关枪打的 有一艘这个驱逐舰 叫格雷利夫号 在这个旁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还出动这个飞机 用地域火飞船去打他 就因为有四艘船 在这个地方 就是双方驳火之后 三艘船就被击沉了 被地域火击沉 然后击沉了之后 目前为止来说 这些上面的武装分子 大概就是已经挂掉 另外还有一艘 就赶快跑走了 那跑走了之后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当然引起 全世界的惊恐 因为胡赛组织跟美军 已经在红海上面 打起来了 开战了 开战了 而且还不止这样 因为现在传言说 这个伊朗的军队 他们现在的船 也准备要进入到 这个红海 伊朗来了 对 因为伊朗 伊朗说法是说 我们本来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本来就是固定 在那边巡视 但是问题是 伊朗的船只 现在也进来 伊朗的这个 爱布式号 也进到这个红海 所以现在红海里面 来说的话 伊朗的军队在这边 然后胡赛组织的 这个军队 可能也 这个船只也可能会出现 然后美国的艾森豪豪在这边 还有美国的 这个所谓驱逐舰都在这边 双方在海上 万一接下来 还有船只被攻击的时候 你觉得美国会怎么做 当然不会放过啊 因为他美国已经号召一个 叫繁荣卫士的行动 他说 我要护卫这个红海的安全 所以搞不好 接下来一段时间 如果胡赛组织 跟伊朗继续进逼的话 搞不好双方 真的会在红海里面 就拨护起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 红海战予幕幕 而且不但是红海战予幕 更可怕的是 我们刚才讲的 整个俄乌战争 不是你打很久了吗 这段时间不是觉得 已经进到西线武战事 大家都在豪宫里面 开明天僵持吗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过年 先是乌克兰去攻击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 连最凶狠的核武器 都拿出来了 对 没说 实际上在整个过年的过程 里面来说的话 在之前来说 其实乌克兰先轰炸 现在双方都在互轰 为什么 因为现在地面作战来说 其实这个有限僵持住了 但是呢 他们双方有重武器 就有飞弹 互轰 那在这个年 这个约莫斯去年12月29号的时候 先入乌克兰轰 轰了什么 这个所谓比尔哥罗德 很多俄罗斯周边的城市 就俄罗斯普丁 他咽不下这口气 保险他为什么咽不下这口气吗 今年三月中 今年的三月中 他要选举 要改选 要选举说 结果你给我搞不好下影柱 于是怎么样 他出动了 开战 可以说俄乌开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护轰 他一共发射了122枚的飞弹 他打了什么 打了利沃夫 然后基辅 然后哈尔科夫 然后别尔江斯科 奥德萨 一大堆城市 他全部 全打 全部都打 杂波罗人很多地方都打 打的时候 你看俄罗斯出动 图22的这个飞机 然后米格31 图95的这个飞机 图95都来了 不断的轰炸 然后出动这个无人机 然后这个南边也出动 这个苏35的飞机 所以等于是说 多管轰炸你 那同时我把 萨姆300 萨姆斯特摆在这个地方 你来的时候我就打你 你要轰炸我 我就拦截你的飞弹 对 所以双方的 炮轰的 炮轰连连 那你知道他们俄罗斯 在说什么 诶 我在 我知道你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哈尔科夫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哈尔科夫的 哈尔科夫公这个地方 我们打到这个地方 这地方打下去的时候 他就说 因为里面有非常多 盟军的这个军队 我们把他这个 歼灭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事实际上目前为止 双方都在互相轰对方 那当然了 普丁呢 他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今年要选举 选举的时候 我要确定 让俄罗斯民众感觉到 我们年初就取得了一个大胜 我们在今年 一定会赢得战争 那可怕 今年有很多国家要选举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 目前为止 俄罗斯对 跟这个乌克兰之间 来互相搏火 那你知道 当然我们讲 红海也不平静 那日本跟韩国 这边也不平静 所以2024开春 似乎是不平静的地方 好 瑞德 日本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应该讲的 你昨天发生了 这个所谓的火灾喷烦 你昨天发生地震 那是天灾 可是今天 当然日本的效率非常好 今天降波迫降了以后 上面的乘客 现在看起来 都已经安全地脱离了 可是怎么会在地面上面 然后这样子 整个爆起来 没有错 昨天那么火山爆发 还是规模7.6的 能登半岛地震 都是天灾 但今天这个就人祸 为什么 因为不应该发生 海上保安厅的 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航空器 它是准备 听说是准备要起飞的 它是准备起飞 然后这一架 来自于这个 等于说 这个杂谎的 这个北海道的 新清水机场出发 再有359名乘客 12名机组人员 这个日航的相关的 A350的 这个空中巴士 它是准备 它准备降落的时候 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降落的同时 它就插撞到 这一架 那么海上保卫厅的 这一架 这个等于说 这个航空器 那就直接 啪的就爆炸 我跟你讲 保洁不可思议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看到NHK架设在 宇田机场的 相关的这个摄影机 然后我看 整个这个抢救过程 你知道这359名的 这个乘客跟 12名的机组人员 他们的运气 好到什么程度 它不是已经先爆炸了吗 爆炸以后起火吗 那为什么他们还有时间 可以从这个 这个破降的滑梯 就是紧急的安全滑梯 这样子全速的逃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起火的地点 就在它的相关的 这个相关引擎的下方 它再高一点 你知道机翼是什么 机翼是油箱 对 如果是直接机翼 那整个引爆的话 我跟你讲 不知道要死多人 那么包括12名机组人员 跟359名的相关的 那个相关的乘客 不知道会死多少人 那么因为 它在插座那一刹那 爆炸 爆炸那个比较严重的 应该是海上保安厅 就我们看到 那个整个爆炸 对 它大概已经凶多吉少了 因为从爆炸的 那个起火这么严重 这一架飞机 它那么这个引擎的 引擎的部分 下面起火了以后 它缓慢滑行停下来 然后呢 赶快打开机舱门了以后 赶快那个逃升滑梯 放下来了以后 事实上它的火 是缓慢的 从引擎下方往上烧 所以呢 整个过程 我紧急 我看了整个那个 整个扑灭的过程 到后来消防 他们消防厅的 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消防车 赶到了以后 扑灭 整个起火是慢慢慢慢慢慢的 从外往里面烧 它如果一开始 就是烧这个 记忆旁边的油箱 整个就爆炸 全部爆炸 我跟你讲 那个惨到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步 所以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们有那个时间 可以这样逃离 不过 这一定是人祸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 几乎没有 看过这样在下来的时候呢 几乎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我告诉你 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 我在采访 消防署 向神台风的时候 向神台风的时候 在我们桃园中正机场 还记得吗 因为台风 风墙宇宙 结果一个塔台联系 没有联系好 新加坡航空要起飞 要去美国 结果呢 就因为这样 入错跑道 整个起飞的过程当中 把在地上 跑道的维修 跑道的那个 相关的工具车 直接砰的撞上去 飞机翻覆 断层三节 包括四名机组人员在内呢 总共有83个人 就在桃园机场 就在那个地方 因为这样而离乱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安全厅 他们就这样 一个一个跑出来了 对没有错 事实上呢 因为它是火 并不是在几秒钟之内 整个爆炸起火的 所以他们还有时间逃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火 从下面往上烧的过程当中 最后把整个飞机里面 全部都烧光 那消防车来了以后呢 虽然有喷水啊 但是还是抢救了一段时间以后 才把整个火势扑灭 但已经整个A350 已经烧成一个骨架 全部变成黑色的骨架了 但是就真的是运气好 像我们现在看到那样子 由下往上烧 由里往外烧 最后虽然整架飞机 复制移去 但是争取了 让他们可以逃生的机会 好 玉柏 刚才讲的 昨天那个大地震 7.6级的大地震 这样子 居然让轮岛市 偏移了1.3公尺 那个地多大 这个地多大 可以移到1.3公尺 对 然后另外讲 这个伤亡已经48个人死亡 200多栋建筑物毁掉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整个地震 对他们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在轮岛市这边 这是一个七层楼的建筑物 直接应声倒塌 然后呢 现在来说的话 很多的地方 北路有四线 在这个金泽市 这个照片照过来 大家都吓坏了 原本呢 是在神社要祈求 新年健康的 新年平安的 竟然一阵天摇地动 然后其实那地方 还算空旷 大家吓到 马上就全部蹲下来了 那最可怕的地方 还是在哪里 在轮岛 轮岛这个地方 其实它原本是一个平的 它就是一个马路 然后呢 这个车子停在那地方 竟然打开了 然后放了进去 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 地也开来了 地直接掉下去 然后呢 这车子直接就掉下去 然后呢这个东西很多人 就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些人是正在开车 开着开着 路不见了 然后呢就整个的跑进去 那现在最可怕的件事 是轮岛那边有一个 招式通 那等于就是他们的早市 可以去那边光光 然后呢吃海鲜的 整个暗夜大火 烧掉了200多栋的建筑物 这200多栋建筑物 是全部都不见 所以呢这些人来讲的话 死亡人数到了48个人 而且还有很多人 现在来讲 不知道人在哪里 这个可能还会再继续 还会上升 对因为你的地震发生之后呢 很多地方 它的通讯是中断的 很多地方 它的交通是中断的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现在回来看 石川轮岛这个地方 来监测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它的监测值 你看到没有 保险哥 它有些 竟然是左右横移 跑到非常高的一个距离 所以呢 他们地震完之后呢 竟然监测到 有1公尺30公分 等于是1.5公尺 你的路 被偏移了 对都已经偏移掉了 所以呢现在来讲 这一个地震 很多人都讲说 到底还能不能 还能不能再多救一些人出来 而且你看到 它也是算是一个复合式灾难 这边有很多的木造的建筑 就发现出现大火 而且这个大火烧很久 对因为那个地方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早市 它非常久以前就有了 所以它整个市场来讲 都是在卖海鲜 那很多他们的店铺 从以前就流传到现在 他们都是木造的房子 所以他们很多东西 它是联动联动联动 也没有好好的 把这个消防设施给做好 所以当烧起来之后 这个早市烧下去之后呢 是火是灭不了的 因为你前面在救火 后面又一步连烧过来 所以呢是整个 就已经铺天灭地 整个就把它全部烧完了 然后呢 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东西是车子 卡在马路上面 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除了马路上面 有这个地给裂开的话 最可怕的是能登的机场 这个机场的跑道 其实都是用最高规格来做的 但是呢 能登机场的跑道 裂开来了 而且高达10公尺这么长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呢 其实这地震的威力 是非常的大 几乎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幸免 所以这个地震 比我不想象更可怕 对 然后呢 其实很多的台湾民众 都会去那个地方做什么 去看一个无敌铁金刚 无敌铁金刚 那它的作者其实就是当地人 所以呢 在2019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 它的一个纪念馆 很多人都会去 那个纪念馆来看 那现在来讲 这个纪念馆 到底有没有遭受到波及 消息还没出来 可是呢 大家就很担心说 会不会也让它造成 一个很大的影响 而且你很难想象 像在日本这么进步的国家 碰到了7.6的一个地震的时候 它居然有些地方 这就变成孤岛了 对 甚至很多的医院 居然被断水断电了 对 这个地方 北路四线里面 这个地方是在金泽 金泽很多人在想说 那个地方也算是 比较进步的地方 可是呢 地震一发生之后呢 大家讯息进不去 也出不来 那怎么办呢 他们在这个地方 就用这个椅子 排出一个什么 SOS 然后他们也没有慌张 他们就是这个地方 他们就等着 然后呢 他们知道说呢 等到搜救的过程 其他地方搜救完之后呢 总会轮到他们 他们就这样子静静的 然后把椅子排出来 在一个停车场 然后等待来救援 你说舅舅在停车场 对 用椅子排一个SOS 对 他们就想说 反正你们迟早会救援到我们 但是因为现在来讲 你讲地震一发生 你第一时间 很多讯息都没有办法出来 然后最成奇的事情是 他们也缺水 也缺电 以整个北岛四线来讲 他们现在有五万个人 五万个人是要到避难所去的 所以呢 他没有水没有电 只能叫什么 用这个运水车过来 但是日本人的民族性 真的很强 在那种情况之下 五万个人居无定所 然后呢 没有人在争先恐后 排队 对 大家就是排队 反正地震发生当时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在排队 然后他们来讲说 就是这个水车 水车来之后呢 民众就自己拿了这个容器 一个一个排队 所以就看出他们 真的很神奇的民族性 而且 现在有些画面出来以后 我这么久了 我都觉得头皮棒吗 有一个我觉得最恐怖 他就是在这个车站里面 然后那个车站这个人 就站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指示灯 那个指示灯就这样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这个车站一边是要进去 一边是要离开的车 然后呢 他在现场拍的时候 那个指示灯 其实就是在火车站的地方 一直不停的前后摇晃 前后摇晃 你还感觉到 这个民众在拍的时候 你现在是要往下赶快离开了 还是你也没地方走 那现在来说呢 这个画面其实摇晃的非常久 这也就知道 这个地震当下到底有多可怕 另外来讲 在一个地方 这个停车场 我看了 我一直重复的看 这个停车场的一个地震的画面 也让人家觉得很奇怪 你车子停在那个地方 是打P档 P档应该是把它咬合住 但是呢 这地震晃起来之后呢 根本就好像是上下左右 然后一直不停的晃动 那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地震还有一个问题 土壤异化 土地就像这呼吸一样 我们看这个画面 人行道 其实这个地方 看起来原本都是正常的 就是一个马路 可是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发生土壤异化 地下水进去 然后这个就像是 人家在做运动 生吸生吐 生吸生吐 然后这个东西 大家在拍的时候 就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应该就是土壤异化 然后水进来之后呢 这个土 马上变成一体的 那这个东西 对后面来说的话 会造成其他的灾害发生 好 请问 怎么才进到2024年 整个世界感觉到非常不平静 你说今年要特别出一次 今年有很多国家要选举 如果要选举 那就是权力转移 这真的不安定 而且鸿海真的会出大事了吗 对 今年最主要的几个国家 包含台湾还有美国 还有英国等等很多 包含欧洲议会 都要举行选举 所以整个加起来来讲的话 将近有60多个国家 要举行选举 今年有60几个国家要选举 对 那主要的国家内部来讲 一定会做政策辩论 或者是说因为在 比如说中东地区来讲 他到底怎么去处理以色列跟 巴勒斯坦人的问题的时候 或是哈马斯的问题的时候 各国的状况不一嘛 那有人会支持 有人会反对嘛 所以这一次来讲 你看鸿海危机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拜登政府 是力挺以色列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阿拉伯国家 不是都在挺巴勒斯坦人吗 挺哈马斯吗 那现在来讲 胡善组织就是告诉你说 我今天就要动以色列 我就要高以色列 现在所有船子 你只要经过鸿海 经过苏伊士运辕 我就不敢挡下来 用国际压力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来逼迫以色列就范 胡善不是一个很小的组织 它可以控制鸿海 但是因为它 基本上它的地理位置 是适合去攻击这些货船的 所以它应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是用这个所不对称作战的方式 来逼迫西方国家就范 而且胡善组织根本让我 让我等于说 我还觉得耳目一新 以前没有讲 胡善组织是把穿着拖鞋 拿着这个所谓的AK-47 然后像一个乞丐兵一样 结果它现在有直升机 它现在有飞弹 它现在可以进行这种 海陆空的攻击 是啊 那谁帮它武装化的 那一定是伊朗嘛 伊朗在背后帮忙它嘛 这个攻击就是胡善 对 这就是胡善组织的部队 它就要攻击到这个指挥舱里面 然后要求这些货船 它基本上不能经过红海 给西方施予压力 但是你知道美国也不是省油灯吗 美国在12月19号的时候 开始集结20个国家 来进行所谓的红海的一个联合巡访 但是你知道这20个国家各怀鬼胎 因为现在内部来讲 很多还是支持哈马斯 或是支持巴勒斯坦的这样的组织 所以他们会认为说 我不愿意跟美国完全站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防护的计划当中 美国其实我认为 轻轻松松的运用胡善组织 这个事情 你看到美国为什么要 用这个所谓的这个直升机 然后又用所谓的地狱火飞弹 去打这个 因为你知道那种小艇 说真的直升机打一打 就差不多就挂了 因为你主要上面也没有多少人 那为什么用地狱火的来修理它呢 代表说我美国的距离是强大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它也是做给伊朗看的 你也不要轻易出手 那现在美国这样的事情来讲的话 使得你看到 你像我们长龙海运都已经宣布说 它绝对不会经过红海 不走红海 它一定是经过南非那个地方过去的 那为什么是马斯基 为什么丹麦的这个马斯基 一定要走那个地方 一定要复航 然后弄一艘给你看看 然后因为它也是什么 寻求美国帮忙 所以美国刻意就是什么 把这个打胡赛就给大家看 因为你今天讲 我有强大的火力 你胡赛组织也不要太嚣张 那如果打胡赛组织的话 那欧洲国家还有很多其他国家 全部也要倒到美国这边来 所以简单讲 美国在一开春的时候 现在这个2024年一开始的时候 就下马威给这个中东国家看 你说这件事有点是 马斯基故意要走红海 而且马斯基要走红海这条路线的时候 早就跟美军讲好了 因为马斯基本来就宣布停航 那停航之后为什么还要复航 而且复航的时候 这一艘船故意的要经过这个红海 测试给大家看 而且在测试过程当中 又有美国军舰早就已经护卫在旁边 所以这整个剧本 我认为都已经写好了 什么写好的概念就是说 故意要让胡赛组织引蛇出动之后 我们美军修理胡赛组织给大家看 然后再来如果你这些国家 如果不站在美国这边的话 不好意思你们的所有货运来讲的话 可能就会像这样子 受到胡赛组织的干扰 好董事长 我问你看到今天在雨田机场 日本的这个飞机降落的时候 发生爆炸 人员还可以平安地离开 这也太厉害了吧 所以日本国民的首秩序的这个本事 从今天在这个重大灾难之中 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它的地震 你看到没有 它人民本身对这个 follow the order 这个事情非常有秩序 所以这个国民的文明 已经进入一个高等文明的程度 如果在其他落后国家的话 人跟人本身就可能踩死人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乱成一团 不是我要在飞机场 我看到后面骑我 我不去吓死了 对 它还能够 还能够遵循原来应该有的SOP 对 然后能够依序地完成它的逃离程序 我们刚才看到画面 第一人是真的一个接着一个单 对象说顺着这个安全梯 直接滑下来跑掉的 是 所以表示它的整个程序 是完全确实被遵守 确实被遵守 完全是老百姓守秩序 如果说某些国家的话 光是在买东西都要吵架 所以日本人喜欢排队 台湾有这个美德 也可以排队 那有某些亚洲国家的话 是不排队 它吵架的 大家以这个抢座位 不理让老人 为他们的这个习惯 很多这种 尤其中国大陆非常多 那可是今年来讲的话 2024的开年 确实是一个不平静的一年 但是大体上来讲的话 现在看到的问题 都还是浮上表面上的问题 比如红海的问题 红海问题大致上 其实美军已经完全掌控了 美军掌握红海 它整个中东的形势 完全掌握了 它掌握来讲的话 可是你也知道 双方这个所谓的猫跟老鼠的游戏 它不能停止 它停止的话 后面的一郎就不给你钱 军货也不给你 总要有一些小兄弟去闹一闹 那你闹 闹一次闹两次 他人欺负谁呢 欺负弱势的 欺负商船 马斯克拉尔是一个丹麦公司 可是这艘船 叫做杭州号 它是涉及在新加坡 是挂新加坡的权宜旗 那这个船要这样子 这种走法 是不是有其他的策略在里面 当然是有的 哪有一个商船组会胡说八道 会糊里糊涂地 跑来跟你去打仗 对 它一定是跟美国的军方 讲好的 却助了默契 默契 你看了没有 它在紧急呼唤的情况之下 马上就派出部队 立刻就发动攻击 对 根本就完全都是 早就是有一个 标准程序 就作业了嘛 打的这几个 胡塞组织 就是跑 就开始就溃散 四招几成三招 溃散 就是这样子 所以那这个事情在哪里 它是一个高 就是强制的火力压制的效果 那至于说 它会不会反击 当然不会啊 它的目的就是骚扰而已啊 但整个以色列 目前的情况之下 在美国跟以色列 跟欧盟的合作情况之下 其实控制住 它不至于扩散 但是扩散 很简单 你看石油价格嘛 它是稳定 它把石油的价格 跟整个区域的经济 搞得非常稳定 这个很重要一个概念 可是这个时候 你要看的是另外一个国家 是俄乌嘛 你看到没有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美国因为面临到选举 所以它的共和党 所控制的众议会 对 强力杯葛 人屋的预算 到现在为止 乌克兰现在 非常凄惨的 就面临到即将溃败的结果 那这个普丁杆 在这个时机点 大辣辣地参加 大规模攻击 选举 我连任 对不对 我继续当皇帝 他的权力最重要 打仗是另外 打仗是为了保护 他的权力基础 还是为了权力斗争 这时候他发动总攻击了 总攻击你看这种 这几个重要的据点 包括他的首都 基普 巴尔科夫 这种重要 过去不可能被攻击的据点 统统遭受到大量的攻击了 而且冬天不是好现象 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美军的后援没有到的话 我觉得乌克兰会非常的辛苦 而且非常危险 玉坡 另外一整集园 打我们开的画面 玉坡我吓死 在光天花日之下 南韩共同民主党的党魁李在明 这被刺了 李在明是谁 李在明是南韩在野党 最大在野党的党魁 李在明 他今天去哪个地方 去一个机场预定地 来走一个行程 办一个活动 结果呢 要离开的时候 很多的支持者来触涌他 其中有一个人 他特别用心 他在头上弄了一个皇冠 然后上面写 我是李在明 所以他的伟安特行人员 就觉得说 应该也是他的支持者 然后就很靠近 大家都以为说 他要拍照要干嘛 结果戴着这个皇冠之后呢 一靠近 竟然拿出了一把刀子 这刀子还长达30公分 就直接往李在明的脖子上 刺了过去 而且相当的精准 刺到之后呢 马上喷血 喷血下来的话 伟安特行人赶快把他给 把他放倒在地上 然后呢 用这个手帕 还没有办法拿 日间纱布过来 然后把他给压住 那幸好他没有失去意识 然后再把这个人给带走 可是 这也太可怕吧 对 他只要在 在几公分 这差距 就没了 不用几公分 他只要再往旁边一点 如果他刺到了 不是皮肉山 而是动脉的话 大概现场 可能就会有遗憾的事情发生 这个是在南韩 南韩已经 在这件事情之后呢 有很多 剪头的声音 可是在台湾 台湾 因为南韩这个 其实是一个距离 他刺过去 然后呢 李在明散了一下 所以呢 没有打到道都卖 这你的保安在干什么 对 他们就说 因为以为 是他们的一个支持者 所以呢 因为他戴了这个皇冠 他以为就是 一个欢乐的一个 一个场合 然后呢 支持者进来 但是幸好没有发生生命的一个安全危险 这种事也太多百 之前是蒲锦辉 现在又是李在明 对 所以呢 现在回头来看 这个是在韩国南韩发生的一个事情 今天赖清德 他在扫街的时候 遇到 类似的一个情况 他在扫街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女粉丝 哎 靠近过来 然后呢 就是哎 我们来自拍好不好 这个时候呢 赖清德也非常的开心 旁边蔡逸宇还想要举手 一起比业 对 结果 说实实那实块 竟然就直接清了上去 那清了上去之后 大家回头去看 现场有没有 网友安特勤人员 国安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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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人都在后面 那被干什么 而且就这样子 眼睁睁看着 赖副总统被清 可以这样子吗 当然不可以啊 不可以 因为这个女粉丝 真的是太专业了 大家注意看这个画面哦 她用手 拉过来 那个特勤 发生不对的时候 背乎啊 来不及了 因为这个状况 其实以他们国安局的 维护特勤为安来讲的话 你有粉丝要拍照 那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但是他们要有一个 stand by的一个动作 你拍完照之后 有状况 你要马上介入 现在来讲 大家哪里 你的眼神在看哪边 然后这个还被挡住 然后这个也不知道 在做什么 那你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刀子 刺到了李赛敏的脖子 这个是直接手 拉了过来 那赖副总统 他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国安局 现在已经在深刻的检讨了 因为 在检讨了 这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等于说呢 他们 在这个状况 没有 他们在警觉意识 是完全没有警觉意识的 然后这个 你说他这个 这个热情的动作 但是对国安局的特勤人员来讲 这个就是个危害 危害动作 危害动作 做完 走人 这些人还傻在那里 你当下也应该第一时间要介入啊 结果没有 他竟然 拍完照 拉脖子过来 然后hold住之后 清完 然后解散离开 他全部做完 然后我们1234 看傻了 就是我们这第一排最靠近的观众 他们就讲说 你们是摇滚席的观众吗 你们是国安特勤人员 你们是内卫区员 所以这个东西 虽然赖清德副总统 他是没有意见的 但是国安局现在来讲 已经要开始检讨了 好 会员 有这么严重吗 其实蛮危险的 因为你看他第一个是 他可以说是两个人之间 完全没有距离 而且他的右手 刚好放在他这个颈动脉旁边 如果他手上有任何 而且男孩才开发这种事情 对 而且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画面 马上让我想到什么 马上让我想到2017年金正男 当时不是就被两个女性 莫名其妙 而且那两个女性 一个是越南 其实是一年一级 他们就其实扑上去 然后他们以为在玩游戏 因为有人顾他们 说你就把你手上这一瓶液体东西 就往那个男生身上倒 你把那液体弄在抹布上 抹布上 把他脸上涂上去 对 就他们就这样玩玩玩 就后来金正男 在15到20分钟之间的人就GG了 就后来人家本来以为 什么北韩特工 一大堆有没有 查查查 查了老半天之后 发现这两个女生 可能真的从头到尾 他们都以为 他们在玩一个整人游戏 所以后来整起世界 你知道后来那两个女生 被判多久吗 才三年 就根本就变了一个游戏 所以你看看这个画面 当然因为这个女生 是热情粉丝 非常的一个 基于一时之间的情绪激动 所做出来的情况 对 可是问题是你要知道 这个其实 如果真的有心人 是在里面要做任何动作的话 其实这个机会 真的是一个可能导致 我们这一次 2024年总统大选 最有机会获得胜选的 这一组候选人 生命在旦夕之中 好 瑞德 当然讲 这个时间是电光石火 我想这个来不及 你说不是 你说受过好的 维安训练人员 特别他们学过八卦掌 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了 对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 这一次的赖清德 不是疯狂粉丝 把他亲一下吗 我跟你讲 他的维安相关的人员失职 为什么呢 因为总统候选人 虽然要亲近 你不要忘记 他也是现任的副总统 总统候选人 虽然要亲近 但你绝对不能让他 跟他有身体上的接触 为什么 除了握手之外 因为我问你 他可以亲他呢 他能不能对他 有什么样的危害 当然可以 你知道 要在我们特种部队 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只要靠近你身体 两公尺之内 就算击杀成功 为什么 我只要靠近你两公尺 你的反应的空间 是很小的 时间是很短的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特勤人员里面 要学一个叫八级拳 八级拳 对 八级拳是怎么来的 八级拳 那么宝洁 如果你看过武侠小说里面 有一个虚构的降龙十八掌 有没有 金庸不是武侠小说里面 有个降龙十八掌 是虚构的吗 刚猛直快 他就是取材制所谓的八级拳 为什么八级拳 他有一个功用 他不是 为什么特勤人员都要学 1968年的时候 刘云桥先生 就是第一位在我们的 总统官邸里面 教授特勤人员八级拳的 八级拳有一个特征 他靠近你的时候 他不是在那边跟你这边 用手脚 在那边跟你这边搏斗干什么 不是 他保护这个总统 副总统的维安人员 一旦有人靠近的话 他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内 直接用这个走顶肩靠 一级避重 走顶肩靠 一级避重 什么意思 我举个最简单的 我们大家都认识 黄创夏 创夏 创夏就是被八级拳 真正面临过八级拳 一掌八爬推开 创夏186公分 掌得比我还壮 你就拍一下子 创夏曾经跟我好几次 讲过这个故事 黄创夏186公分 然后人家又比那大张 那次是在哪里 是在桃园体育馆 那么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刚好在体育馆有个事 然后有个活动 出来的时候他想说 阿辉辈他认识很久了 去跟他打个招呼 可是问题是 你这个动作是之前 没有特勤人员安排的 所以当李登辉过来的时候 前面 前面李登辉很高 所以他的特勤人员 都是身高比他还要高的人 那结果一过来的时候 黄创夏就为清允许就靠近李登辉 就在快要靠近的时候 其中一个前面的特勤人员 直接砰八级人打出去 创夏跟我说 就是三到五公尺 他说他不是这样子退 他是飞起来 他说他退到三到五公尺以后 还好没有受伤 没有怎么样 但他恍生 一下子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原来那就是八级拳 因为八级拳事实上 从清朝末年的时候 那个溥仪 都听过溥仪嘛 他的保镖就是八级拳 所以如果你看过电影 一代宗师 不是那个笔画非常漂亮吗 事实上当时就因为 溥仪去东北的时候 那么当时的八级拳 高手把他带到了东北 后来在1968年 刘云乔先生是八级拳 里面的top顶尖 来到台湾 带进我们的这个 维安特群随护跟官邸 连我们军中都要修习 这个所谓的八级拳 好 另外一个就是 为什么北约前欧洲盟军 最高司令 他居然讲一句话 他说你现在给中国准备十年 他也没有办法应付美军 太平洋司令部 而且他还讲 你们还提不提到 现在中国 他现在不断的换人 连这个国防部长 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准备好 没错 事实上这个北约前盟军的 这个最高领袖来说的话 这个斯塔利弗斯 他讲这句话 他讲什么呢 他讲说如果中美开战 即使给中国十年也准备不好 因为中国还没有准备 以成熟的方式对抗美国 那另外 如果美方最后跟中国开战的话 那将是不是中美之间的较量 日本 韩国 菲律宾 澳大利亚等盟国 同样会加入这一场军事行动 那他的讲话里面来说 马上就被中国网友大量的转贴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国防部长 终于在经过几个月的玄缺之后 出来了 他叫董军 董军是原本的出任海军的 原本是海军的司令员 他现在出任中国新任的国防部部长 所以中国好不容易 他玄缺已久的国防部长 我捕食了 我身上了一个海军上来的董军 结果这个董军刚刚上来 美军就跟你呛吓 给你十年也不够 对 那为什么美国会这样讲呢 因为说真的 如果你看到这个中国最近的军方的人事移动 你大家也觉得这个国家真的能打仗吗 宝杰就在12月29号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人大常委会的时候 有一个公告 免除了九位的这个人大代表 这九位里面来说话 宝杰 丁来航 他是这个曾经担任过这个解放军的空军司令 还有上将线 然后李玉超 李玉超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被抓走火箭军的商将 他目前为止人不知道在哪里 周雅宁他也是承认火箭军的司令 李船广也是火箭军的副司令 吕洪火箭军的这个装备部部长 张震中来说话 火箭军的副司令 然后张玉玲来说话 是国防大选非常重要的这个装备部的人员 然后这个饶文敏来说 他是装备部的这个发展部的副部长 还有这个于新春 他是什么 他是海军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官员 所以你知道一大堆人全部九个将军 全部都被免除了 但是你这样子讲 火箭军根本就垮掉了嘛 火箭军 然后也牵涉到海军 还有后军装备司令部一大堆 虽然这这么多人 如果一个国家这么多人 这么高阶的军官同时都被免除 你觉得这个战斗力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那你更不用讲 不是只有这些高阶军官被免除 最近很多 我们知道中国是所谓军工复合体 军工复合体因为 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民营企业 看之明显其实是军工一起的 你看比如说最近 还有什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 吴燕生他也被免除了 中国兵器工 兵器工业集团的董事长刘思泉被免除了 然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副总经理王长青 被免除职位 这几个要嘛就是帮中国做这个重要的武器的 要嘛就是做重要相关的航天系统 全部都去指 所以不是只有军衔 连这个合作开发武器的 军工产业的 全部都倒了 那你更不用讲 还有一个什么胡问铭 这个中国航部重工的这个前董事长来说 他最近被审判了 他最近因为贪腐 然后被判这个13年的这个徒刑 然后为什么 因为他贪腐约莫是大概约莫折合信贷幣是2.6亿 那你根本没有讲 他还牵涉到泄密 泄密还没有判 那连这个中国航部重工的副董事长也被判刑 所以这等于是 中国到底是每一个体系 每一个体系要嘛就是贪污 要嘛就是泄密一大堆的这个状况 那你在这胡问铭他泄密什么 他泄密很严重 因为他是三冬号的研发的这个总指挥 三冬号 然后还有包括辽宁舰 他也是这个装列工程 歼10 还有C919 对 胡闻铭都是重要人物 就他涉嫌泄密 所以那是 中国不是只有这些火箭军在泄密 这些重要的官员 最重要的这个航天集团 也都在泄密 都在泄密 所以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个盟 这个北约盟军的前最高司令 他会说 你根本就不是对手嘛 因为我们现在给你10年准备 你也准备不好嘛 因为你里面那贪污腐败啦 泄密的一大堆的这个状况 好 所以董事长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凯刚刚就职 结果美国前司令就在讲 你给中美开战 给你10年准备不好 现在就很讲 你现在这些高阶将领 现在也被清算得太快了吧 这一波的这个清洗 主要是火箭军的清洗 那火箭军原来就是 他的整个解放军的骨干 骨干包括他前任的 这个李尚福国防部长 他最损失最惨重 就是这个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是他 等于是他习家军的 这个核心干部 他整个的概念里面 中国就是要全世界有力量 有能够跟美军作战 就是靠火箭 反句子就是用这个啊 对 然后现在搞的 这个里面到处是间谍 要怎么办 然后里面贪污一大堆 要怎么办 所以现在变成说人人自为 最害怕的是谁 习近平自己本身 他没有一个可信任的人 那现在突然间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董军是谁 就突然间搞了个海军 连你都没听过 今天没听过这个人 他们本来军方的司令 有一些人会有名单 会有外会有 会见报 会见媒体 但是这个人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就突然间冒失这个人 你对中国是非常熟悉的 你都没听过 就是说他是个海军 那海军的将领 海军以数量来讲的话 以这个兵种的特性来讲的话 在中国的海军 要能够当上国防部长的 我好像还前面是 还很少没有听过 就是刘华钦是他的海军之父 他刘华钦也是陆军出身的 所以说感觉起来 这是很奇怪一个安排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最近的人事安排 都有一个特性 全部是在翻新 用不断地在提拔新人 但这句话怎么讲 他对老人不信任 包括他的不是都军方而已 包括他过去的所谓的浙江新军 包括他的福建的老干部 他两个来源 一个是福建 一个是浙江 浙江 他这两个人 他通通你看到最近又开始 慢慢地淡出的味道 都不太用了 都用一些新的 就是学界出身的 或是产业界出身的 像最近这个新疆省委书记 他就是新的 这原来是兵工系统出来的 一个学者 专家 然后最近这个人要调去接这个 接他的这个 接他的大秘 对 到他的这个 到中央了 所以他这些的动态的情况之后 你就发现说 他对人跟人的信任 产生非常大的危机 没有可信任的人 他对这些 目前他的浙江新军 跟他的福建用的人 开始产生大量的 泰患的情况 这是习近平的困难 他现在用到无人可用 然后因为他问题到前所谓的困难 经济 经济非常困窘 问题这些所谓的 过去的老干部 完全是旧思维 根本找不出新方法来解决问题 当然 真正解决问题 主要是中美关系 现在也全部都困在这里 所以目前 陷入一个人事上的窘境 跟国家发展上的困境 今天是封关民调 今天之后 不能再公布任何民调 所以大家都公布出来了 公布出来看起来 还是赖第一 吼第二 基本上科还是老三 会有变化吗 保安哥 他现在公布出来之后 各家民调 他有凸显出一个趋势 也就是蓝绿之间纠缠 盘麻花 对不对 但你仔细看到一个现象 我跟各位讲 他现在蓝绿白三党 变成像什么 表面张力 零贵手 那个表面张力 什么意思 代表都脱得紧绷 不管你是 都脱得紧绷 国民党 民众党 民进党 他各自的支持者 都已经紧绷了 八成五九成 不能再多了嘛 但这时候 把这个门关上之后 他会产生一个现象 会怎样 大家发现说 你蓝绿之间 差距不大 会开始 游以快 不大吗 不大 我们看到每一份民调 有的两% 有的三% 这个叫什么 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谁嗅到这个味道 侯宇嗅到啦 侯宇跑出来 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说我是讲喂水 说同胞续团结 其实他讲的理文本 就是说 在最后关头 要去集中这个火力嘛 而且他po 柯文哲也发了一个 给国民党的一封信 当然 两边这个叫做 互相抢粉丝 他想说 看这个效应 能够抵消嘛 但柯文哲的目的 跟侯宇大不相同 侯宇做的是什么 你希望能够未来 看到柯文哲 但现在柯文哲 很有可能一输 我们就一起沉入海了 所以你如果要看到他 我邀请他加入政府嘛 但柯文哲打的算盘不一样 柯文哲玩的是说 吹哨壮胆 我现在民调真的第二名 有机会可以超过赖金德 所以国民党支持者 快点来投我 但这时候必须要 访问一个问题 当这个东西走到后来 大家已经没有民调 再可以验证 柯文哲也没有办法再碰轰 选民自然而然在接下来 只剩下什么东西 造势场合 只剩下一场一场造势场合 剩下街头民调 那个叫真正的街头民调 所以当国民党在北中南 三万五万六万七万 一场一场半 国民党其实会不会起来 所以这个效应到时候 到最后面 各位玩的其实是 最后他只决定在两个关键点 一个叫西瓜票 西瓜票就是我没有任何政党 但我想要去投赢的那边 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就是从蓝白之间 会跑票的有多少 所以联合报 做的那个民调很清楚 他说不多 移动的不多 大概就是四%五% 够了啦 为什么 因为现在输赢胜败 就在三%之内啊 所以两边现在都在正式 尝试弃保这个动作嘛 但其实柯文哲 他有一个最大的破口 最大的锚点 他没有忽略掉的 现在国民党蓝白 需不需要柯文哲 其实不需要了 你看到台中 你不能那个现象很诡异吗 一个蔡壁如 南部的也来 北部的也来 新北的也来 新竹也来 为什么 他们等于是把蔡壁如 当作是小鸡的分身嘛 当作是未来柯文哲的分身嘛 所以我只要我国民党的立委 从立委盘开始 跟你蔡壁如站在一起 等于是我就可能完成蓝白盒 那我问 如果接下来有一个景象 当侯友宜出现跟蔡壁如 合作在一起 而且蔡壁如尊吼 他不用喊出说我支持侯友宜 他把侯友宜当母鸡就好了 而那个时候会产生什么 跟氛围是什么效应 所以现在最后关头在玩的 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国民党跟民众党 谁能够成为弃宝的共主 谁就能夺下天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